我们把focus转到欧洲 其实反映的应该是全球的经济情况 通货膨胀持续不断的打击全球经济 欧元区10月份的数字出来了 它的通膨率标破了10%来到10.7% 第三季的GDP从上一季的成长率4.3% 减缓到只有2.1% 能源粮食的价格都涨个不停 已经完完全全影响了欧元区的经济增长 另外美国的高通膨非常严重 但是它的圣诞节过得非常火热 今年在圣诞节的消费预估 记录应该会创新 大概会到新台币3400亿元 转开瓦斯住壶咖啡 今年冬天这对欧洲人来说可能也是像奢侈 因为能源价格持续推高通货膨胀 让生活物价什么都涨 周一欧盟统计局公布欧元区10月通膨率 抽上10.7% 超过9月的9.9% 不仅高于专家预期的10.2% 更是欧洲央行2%通膨目标的5倍 欧元区主要经济体 德国 意大利和法国的通膨也都高于预期 欧盟统计局也估计欧元区19国第三季GDP 大幅放缓 仅比上季成长0.2% 换算年率为2.1% 低于上一季的4.3% 显示欧元区经济开始受高通通冲击 特别是乌克兰战争后的能源价格 除了能源 现在世界粮食供应 又因为俄罗斯退出联合国股物出口协议 导致粮价再度飙升 芝加哥小麦期货立刻上扬超过5% 不过欧元区经济维持增长 让部分经济学家认为 给了欧洲央行对抗通膨的空间 12月可能再次升息三马 欧洲市场平安过万圣节 美国这天则由总统拜登夫妇 在充满万圣节气氛的白宫 邀五千名宾客 主要是消防医护警察等家庭的小朋友们 来导弹药堂 今年通膨和经济衰退阴影 似乎也没吓跑美国人的万圣节活动 根据全国零售联盟 今年过节消费空写下新纪录 2022万圣节预估全美69%的人都计划要庆祝 高于去年的65% 也比疫情前的2019年高一个百分点 美国全国零售联盟估计 尽管什么都涨 美国人将在万圣节花费106亿美元 相当台币3400亿 美国消费者平均将为万圣节花上100美金 其中服装是最大笔支出 总计36亿美元 装饰布置34亿 糖果31亿 而万圣节消费主力 则是25岁以下的Z世代青少年 在疫情解封下 美国人也更乐于开排队上酒吧和参加聚会 不过回归日常生活 通膨压力处处可见 美国9月个人消费支出依然热络 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6.2% 消费是支撑美国经济的关键力道 但也让通膨压力持续升高 而美国房贷利率也是20年来首次标破7% 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利率来到7.08% 远高于一年前的3.14% 本周美国联准会利率会议 预计将连续第四度升息三码 让联邦基金利率来到3.75%到4%的区间 不过市场预估 在平衡对就业市场的影响下 12月升息幅度可能降到两码 体育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